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力的菜园系列影片 这里是日本东海地区岐阜县 今天跟大家分享 莴笋栽培中一大难点 催芽和育苗 为什么说难呢 是因为莴笋呢 发芽生长和主径肥大 需要的温度在15度到20度左右 整个生长期间呢 大约需要三个月 其中主径肥大期 必须在这个温度区间左右 太热和太冷 都不会收获到肥状脆嫩的窝损 但是呢 咱们大多数地区 在春秋两季 都很难有这样三个月左右的 合适的气温 那么为了能够使肥大期 处于这个适合的气温时期呢 我们只有在催芽育苗的时期上 做一些调节 下面我就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这样做的 首先 春季栽培莴笋 大约要在三月初左右育苗 六月初左右收获 这个时期呢 室外温度大多数时间是低于15度的 等到室外温度上升到10度左右 那我就在室内催芽 用湿纸巾把种子包好 放在简易的便当盒里 盖上盖子 在盖子的四角 开四个通气孔 放在屋内温暖的地方催芽 室外温度上升到15度左右 在室外搭一个育苗棚进行育苗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夏末气温还比较高的时期的育苗 那气温大约是在25度到30几度以上 这种情况下呢 自然环境基本上莴笋是不容易出苗的 那我是先把莴笋种子 用湿厨房纸巾包起来 注意呢 这个时候在纸巾的内侧上下垫上饼干纸 因为我有过种子发出来的牙尖 钻到纸巾里 播种时扯断掉过的这样的经验 把种子这样包好 放到10度左右的冰箱的冷藏室 放12个小时 这样呢 能够刺激一下种子 使它从休眠中苏醒过来 第二天 把它拿到上午有阳光的地方放好 注意保持种子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 那第三天呢 就会看见在种子的顶部尖尖的位置呢 冒出白色的芽点来 我这个催芽就成功了 下一步准备好育苗盆或是育苗盘 放好育苗用途 育苗用途的选择呢 一定要使用专用的育苗用途 不要使用一般的培养土 育苗土是几乎没有肥料的土壤 因为在育苗期 只需给种子提供发芽所需的 湿度温度和固定保护就足够了 带有肥料的花菜培养土里边的肥料呢 反而会伤到刚刚发出来的嫩芽 如果只用育苗土育苗的话呢 半路可能要移苗到有肥料的培养土中 培育一段时间 这样呢就有点麻烦 那我为了简单 就使用稍微大一点的 9号直径9公分的育苗盆 在盆的底部放有肥料的培养土 上边放三分之一的肥苗专用土 这样呢就会达到肥苗初期不少苗 周后期有营养提供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好肥苗土弄好了就给它浇透水 在上面轻轻按一下 把种子放到上面 在种子上面盖薄薄的一层育苗土就好 一定要注意只要把这个种子稍微盖住就好 因为莴笋的种子是洗光性的种子 要让种子感受到阳光它才会继续发芽生长 盖好薄土后用喷壶喷湿表面 放在只有上午有阳光 下午有阴凉的地方进行育苗 期间呢 土表面要一直保持湿润 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 当凡是经过催芽浸泡等方法促使种子 开始梳醒冒出芽点的情况下呢 直到叶片长出来为止 绝对不可以使种子周围的环境干到了 只干到一次那就会前功尽弃 切记切记 两三天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冒出绿色的小叶片了 这样注意每天给它烧焦一点水 两周后呢 大约就可以长到四五片叶片以上 就可以进行移栽了 好 以上就是关于春秋两季 催芽育苗的一些 方法和注意细节的分享 如果能帮到您 我会很开心 以后呢 我会继续分享关于 莴笋栽种的其他方面的经验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也请关注本频道的观看列表 会找到其他各种蔬菜的 种植经验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提问 关于栽种莴笋的一些问题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